我們現在來喝喝看這個Bed Char Coffee 老闆說有三種顆吧 然後這個可悠滋的形式啊 是他們的外帶 這是摩洛哥的咖啡 然後他們的品項有幾百種 不同口味的 然後它旁邊就有一個這個 Bed Char Coffee 給你試味 有點焦糖味道很香 你聞看看 欸很甜欸 我們現在要先去喝咖啡 Bed Char Coffee 是金沙酒店附近一間 朋友們的咖啡店 不同口味的 然後它旁邊就有一個這個 杯子的泡沫魚掛 給你試味 對 不錯欸 很香欸 有點焦糖味道很香 你聞看看 欸很甜欸 這是摩洛哥的咖啡 然後他們的品項有幾百種 所以他們有每一種咖啡 旁邊會放一個這個 然後上面是綠瓜 然後已經裝好咖啡粉 就讓你聞這個咖啡的氣味 你喜不喜歡 很香欸 好現在咧要來外帶他們的咖啡 他們主要的品項就是咖啡 然後還有牛角麵包 這個是香料咖啡 香料咖啡 香料咖啡 我點好了 然後在這旁邊等餐 我點好了然後在這旁邊等餐 可是我的下午餐也一樣 那你要什麼 可說麵包 然後這個盒子的形式啊 是他們的外帶 外帶是8塊新幣 然後很特別是他附在一個這個黑色的 這個是吸管 然後裡面是玻璃的材質 讓你當作紀念品 我覺得很棒 很可愛 有儀式感耶 我們現在來喝喝看這個Bed Char Coffee 老闆說有三種喝法 第一種喝法是原味 第二種喝法是加糖 那他的糖非常特別 長這樣 第三種喝法才是加鮮奶油 鮮奶油在這邊 我點的是1910 1910 然後喝喝看 我覺得喝起來很清爽耶 有一種果香還是茶香的味道 而且他的杯子很有質感 是白藍的搭配 然後我們現在第二種喝法 加糖 甜度就可以自己調整 就是融化的程度有多少 因為我點的是冰的 所以他融化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那我們現在先第三種喝法 加鮮奶油 我覺得這超有儀式感的 加了鮮奶油之後來喝喝看 我覺得味道上改變其實不大 我就是一種滿滿的儀式感 很推薦耶 而且這邊超適合拍照 因為他整體裝潢的色系是 橘然後金 就拍起來很好看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這邊拍照的話 當天可以穿素色一點的衣服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外帶的主題 他有送一個玻璃的吸管 我們來打開看看 你看就是這個玻璃的吸管 超有質感 上面也有印這個 Betra Coffee的logo 然後還有字樣 然後這就算是一種紀念品啦 讓你可以帶回家裡 很特別耶 這個是讓你附來挖鮮奶油的 大推 大推男朋友跟老公 帶另一半去這一家 Betra Coffee朝聖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再記得幫碗尼 訂閱按讚分享喔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